拍拍拍美式大賣場 門口排了超過20公尺 手推車一台接一台 外圍更停滿 右近停車場的車場 綿延超過100公尺 而進到賣場更誇張 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想買個東西人多到擠不進去 尤其想買肉不但得排排站 還要野民手快搶起來 非常的多 過節吧 應景 還滿多的 肉品類比較多人在旁邊 在排隊在那邊看 有人中秋大掃貨肉品 生鮮零食一箱一箱般 跌得比人還高 而在台中結帳狀況更Over 再看一看就變 從收銀區排到生鮮區 像結帳得等快半小時 民眾超傻眼 有人曝卻是聞 說中秋前一週 真的別踏進賣場 忍多到一盒肉都沒買 還有人氣到想退卡 怒控走到根本走不過去 夾衣店甚至還有男童 排到昏道 到底這些人都在買什麼 牛肉豬肉雞肉 然後還有壽司等一下吃掉這樣 牛肉啊 魚啊 還有豬啊 菜啊 這家是準備一些烤肉的 對啊 對啊 可以用的 極錢啊 我覺得比較極錢 以中秋排行榜來說 賣場銷量最大的 還是以豬肉 牛肉 雞肉為主 其次則是水果 月餅禮盒 再來割了玉米 還有簡易的烤肉用品 也很搶手 不過想買中秋食材 又是沒挑好時段 遇上搶購人潮 恐怕光排隊 就得花上幾倍時間 這樣是秀雲台北報導